鹤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23年2月14日通报的鹤岗罗俄公路发生了交通事故 2023年2月14日10时40分鹤岗G332罗俄公路K86加500米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经初步调查造成正在施工作养路工人三人死亡三人受伤 伤者已经送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 太悲惨了 因为鹤岗那个地方全国文明了 穷 经济凋敝 还出这些个这么惨烈的案件 这个这是 这是 哎呀感觉凄凉啊 不知道为什么呢 一些视频给删掉了 什么意思 不清楚了 有视频的 官媒的视频还是 删掉了 对不起 因此 分开